So Nafis买了这一个75500 然后他固定了减少X% 两年后他的钱是这样 他要我们proof这一个 所以我的一减掉X% 等于那个100%减 X% 所以他这一个呢其实是100-X over 100%的原价 所以我的75500两年呢 他就乘这个两次 所以这个是square 等于6115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他变成75500 然后1000-200X加X square over 10000 然后等于61155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这两个 等这两个月 然后再把我的100乘过去 然后再把我的755乘进来 所以他会变成75500 没有等下前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还要确定一样东西就是说 我的这个61155 除755 可以吗有81 所以我把他这个除下去 我把这个除下去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1000-200X加X square 等于这一个是81 然后再乘100 8100 所以我的X square-200X 然后就10000 减掉8100 然后这样是1900 所以是加1900 等于like OK 所以将这个 我们就shown了 然后接着 他要我们找他的 X 是什么东西 其实你的A做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用他上面的 这个要proof的东西 来直接开挂弧 然后 如果你开挂弧 你觉得号码很大的话呢 你就直接用计算机 然后这一边 Polynomial degree 32 E等于-200 等于1900 等于等于190 OK 这样就非常简单啦 所以 X 然后10 190 等于加 减减 X-10 等于0 X等于10 X-09 等于0 X等于190 rejected 为什么呢 so 折扣190 来来来 你跟我买车 我倒贴你 90 100块的东西 我倒贴你90块 折扣190 OK OK 我们的X呢 是要小过100的 OK 所以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X10 10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检查答案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 如果X10 的情况之下 这样我的这个75500 乘以90% 的square OK 75500 这边目的 75500 乘0.9的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 61155 所以等于 61155 所以是正确 我来说的 我来说的 我们就会说的